美国联准会想打败通膨怪兽不断升息 导致房贷利率急剧上升 重击美国房市 房屋出售率创下自2012年以来最低记录 美国房屋销售量比去年同期暴跌近24% 高房贷利率下走买家 截至9月美国的房价已经连续三个月下跌 房屋在市场上的成交时间也变更长 所有迹象指向美国房屋市场因为高利率而陷入衰退 南韩也因为央行大幅升息 全国房价平均下跌0.28% 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跌幅 首都首尔的公寓房价至今已经连续下跌21个礼拜 交易量也暴跌74% 创下2006年以来最低记录 根据彭博社的报导 加拿大第一大城 多伦多市郊的房价在近半年内暴跌近15% 中段连续25年涨势 澳洲第一大城许黎的房价也连续跌8个月 从高点往下摔9% 彭博更预测英国未来一年的房价将会暴跌一成 三年后则衰退14% 回到2013年的水平 全球升息象征低房贷利率时代的结束 也让逐年被炒高的全球房市引来寒冬 这期新闻在一中将正新报导